财经APP 您现在有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我们和科技新报合作企划的科技新报 拥抱科技的单元 将会为各位听众介绍全球最新的科技财经 或是网路等相关的新知 让听众朋友也能够与时俱进 而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的特别来宾是 科技新报的执行董事林昌明 昌明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 昌明今天我们从什么新闻开始呢 我们可以先从最近就是科技新台北围调展开始 哇 这个是台北的大事对不对 对 年度的产值可能有三分之一都是从这里出去的 不过这次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比较有看头的呢 主要是穿戴装置跟车用电子的部分 对 就是它会有些很多新的东西 那可是对一般来讲可能你感触度还不会那么深 是 今年可能在3C方面可能都是穿戴装置比较多 那其他比方说手机或是说平板电脑啊 就是新意就很少 是 那比较特别就是说 智慧家居或者说是车用电子的东西 那今年就展的比较多 因为这东西其实 因为这个展它其实是个外销展 是 那就让国外的买主来买这些比较新的技术 然后去用在新的产品上 所以可能我刚刚讲的东西比较偏 可能工业用的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那个是一个趋势啦 对不对 或者说什么3D扫描啊 3D电影啊 那或者说是说投影互动技术这些都是 那今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智慧的纤维 我们之前有访问讲过是说很多智慧的衣服它是需要用电子零件在里面的嘛 那台湾刚好是工业院他们有跟那个纺织产业中的研究所 他们就做了一个那个很好的那个消防衣 哦 OK 哇 那前一阵子才在讲消防衣台北市买的实在有够烂 对对对 现在这个消防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它超薄可饶嘛 做冰高 那它有超级电容模组在里面 那可以侦测你的心跳跟体感 哦 消防医要需要这个东西吗 因为就可以拯救这个消防员的生命嘛 它可以知道说他们大概状况是怎样 所以就是说他进去如果救火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来测试他自己那时候的身体状况 对对对 它变成一个行动热显像仪器 你可以接上手机 然后就是说这些高温的状况 它的作业环境它可以有一些检测 那欧洲已经研发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那台湾是现在才开始开发出来 所以这个跟欧洲的比较起来的话 有差别吗 就是我们的薄度更薄 它这个模组大概0.08公分 是是是 OK 我们一直知道这个台湾在这个布料 纺织布料上面 或是说这个科技布料上面 应该是蛮领先的对不对 对 所以你这一次做出来这个消防衣 你恐怕哇这个应该 效路应该会不错 再来就是说是心脏复健辅助系统 就是说我们在做心脏开套的时候 它穿上这个衣服的话 那你可以有更好的身体监控跟胸骨支撑器的功能 就是说让这个手术更顺利 或者说是什么运动晶能衣 它就是有更多的整体动力学量测 那因为这个量测的东西都可以把质料传到手机 是 或者是你的穿戴式装置上 那其实都是相互相成的 其实这也算是穿戴式装置的一类型嘛 对对对对 就说它直接变成是衣服 是是是 那可能对一般商业来讲 比较接近的这个东西 其他的大都是很偏测用工业用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一个产值蛮大的产业啦 大家这个因为是工业用比较多 大家看看趋势也算不错啦 好OK 接下来昌明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样的新闻呢 我接下来就是我们讲 那手机的那个MicroSD卡 现在很多厂商就会放弃把它可以插卡了 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 真的越来越少那个手机具备这样的功能 以前我就觉得苹果它不做是 是什么原因呢 iOS 主要是为了它的这个效率比较稳定比较顺 我们这样讲就是苹果它买的那个 快感系细体在手机厂里面 它是内建的嘛 是 它的那个晶片的每单位 因为平均价格都比比很高 所以它的效率也比较高 一般厂商它可能就是为了要便宜 我讲一般的Android手机便宜 对不对 它就买比较烂的Netflix晶片 那手机比较短 如果你要扩充你的容量的话 你就要去买一张卡 可那个卡的等级跟品质也称之不齐 所以说你会说我用Android手机 它开一个软体的速度会比较慢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那个卡的部分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把那个东西拿掉 用比较好的快感系细体晶片 用在高阶手机上 那其实它的效率就还不错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看厂商吧 有点良心对不对 因为你要是大厂商 你当然是要用好一点的这个晶片嘛 对不对 那你要是小厂商那种白牌的 或者是怎么样 那当然就是没有关系 我CP值越高 功能越多越好嘛 对不对 那这个会不会变成说是 那大家就是用比较好的晶片 那刚好现在也是水到取成 原因是因为以前快感系细体很贵 那我今天如果弄很大的总量 比方说128GB好了 那消费者会吃不消嘛 那所以他只放8GB或10GB 你自己去买一张什么 16GB或32GB的卡 来抓进去 可是那个卡的速度就是很慢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不到你插卡了 可是我就用 32或60更好的总量来做 然后它的效率也比较高 可是变得好贵 对 会贵一点点 因为现在 快感系细体的价格都很便宜的 OK 便宜到说 我现在可以内建16GB 觉得没有什么 所以它这个是因为这个 顾虑到使用者的这个 手机的稳定度 对 对对对 所以才做这样的这个趋势嘛 对 可是真的未来这个 真的会看不到那个吗 MicroSD卡吗 我觉得应该会 越来越少 会几乎到没有 哇天哪 OK 就是高中高级都再不会配了啦 嗯哼哼哼 可能很低接才会需要去买卡 连小米都快不做了喔 对对 小米它已经决定 它已经不做了嘛 呵呵呵呵 因为其实做的话 你用上去的话 你对你的手机的速度是变慢的 嗯哼哼哼 比如说你的手机上面的快的记忆体很快 是 它有8GB 可是以前差一个16GB 它那个卡的速度是很慢的 所以你就会被它拖慢 OK 不过有些人也质疑 那是因为这个手机厂商 赚不到这个MicroSD相关的钱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对啊 所以赚不到钱 我干脆就把它取消掉 那我自己赚啊 对啊 这个其实会比较好 因为我可以保证说 我提供的是没问题的 呵呵呵 那你自己去买的卡 可能不见得会是好的 所以我们以前不是就是说 鼓励大家买原厂嘛 嗯 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品质在里面 就不会让你在使用手机上面 会有一些问题在 嗯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哎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各说各话 不过我一定要问一下 有没有替代方案啊 譬如说那以后没有MicroSD卡的话 扩充的话 这个有办法吗 有办法在使用者上面 还有扩充的空间吗 嗯 应该就没有 应该就是走云端画 哦云端画 所以你把所有照片都传上去嘛 像我们最近不是有报Google I.O 是 它有一个叫做Google Photo的功能 是 1600万画数以下的照片 它让你无限制传到网路上 哇 没有空间限制 对对对对 没有空间限制 它会做一些压缩 是 就画质会变差一点点 可是你可以无限制的传照片上去 OK 那以后会是这样 所以说其实使用者的容量 应该就不会有不够的问题 就是说都移出手机本体了 嘿 那如果是影片呢 影片哦 哦 影片可能就要用那个 也是用那个云端对不对 对 那不是讲过什么 Amazon有无限制传 是 OK 大家以后会走这个路线 好 所以大家要恐怕有心理准备 要跟这个MicroSD卡说再见 对 那这相关的厂商怎么办 他们要怎么转型啊 哦 可能就要卖别的东西 哈哈 卖别的东西啊 我看有些USB的容量也越来越大 哇 对啊对啊 现在都可以到128256G 对啊 就是说做SSD 而且那个价格也不便宜耶 对 3000多块钱耶 有点吓人 好 这个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说 Android手机不是大家想说说 买二手的话 会有一些个人资料吗 是 会 还是可能会在里面 嗯哼 他们就发现到说 二手手机如果说重置手机 它的一些资讯 可能还是会被找出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是讲的是说Android 对不对 Android手机 就是说Android手机的资料 没有办法完全的杀光 对不对 对 杀掉 所以就是如果你买到二手手机的话 你恐怕会看到前一个机主的相关的资料 是这样子吗 对 会有这种情况 我的天哪 可能性会发生 上次有讲嘛 这个Apple很厉害嘛 对不对 Apple要把这个过去的旧机 拿出来变成二手手机卖嘛 对不对 听说市场也很大 那我也要问一下 IOS有相同的状况 它有一些资料也会存在上面 就是说它不是完全都三条的 是 但就是说你不容易找得到 因为如果说你用Android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软体去找 这个上面的旧资料嘛 是 可是IOS好像没有这个软体 这样子哦 OK 那如果就是我是骇客的话 我是专门就是想要找资料的话 我还是找得到嘛 对不对 OK 但是一般人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一般没办法 是 但是一般人有办法在Android手机上面做文章 如果你去下载一些Apple 然后如果你手机又是root过 就是说是破解过 那其实是有可能找得到的 OK 所以Android是所有的机型都是这样吗 还是说有这个不同 这种不同的牌子有不同的状况 Google自己做的就几乎不会 啊 就是说 专家表现说Google Nexus 4 它表现最好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 可能会有一些资料存在里面 是 所以就Google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 其他什么HTC啦 Sansom啦 什么那种Sony 都差不多 Motorora都一样 对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在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卖手机 不是 就是说 手机要清掉的话 可能 我觉得会有人出那种 手机资料清除的软体 哦 就整个删除了 所以还是有 有这个 对 就像我们讲说 在电脑上 你把一个档案删掉 对不对 是 它也不再认不太认同 哦 可是我们还是找得到 对 对 没错 现在有一种新的就是说是 帮你把资料完全是删除的 它不但把它删除 它还把那个 资料储存区的资料 全部再重洗一遍 是 复写过 那你就不可能找到原来的资料了 哦 这个有效吗 真的有效 这个是有效的 可能一般不再知道 我们在删除答案的时候 只是 但是 在一张表格上面打一个勾说 这个被删除掉了 是 那 你用打案手机管看不到 嗯哼 你用手机浏览看不到 可是它还是在那边 它并没有被删掉 它只是被标记说 它被删掉了 OK 对 这跟我们使用那个 电脑是一样的状况 对 对 电脑这种情况是跟 我们把它丢到垃圾桶 就以为觉得它删掉了 对 然后甚至把垃圾桶给清光了 我们以为它被删掉了 事实上还能找得到 对不对 在了那个区域 因为没有人动过 嗯哼 就像一个 我们就讲一个抽屜好了 嗯哼 里面放了几个笔 对不对 是 那你就是标记说 这个笔翻掉 可是它还在哦 所以你要去把抽屜打开 把笔的位置弄乱 是 这才叫做翻掉 那 现在有这种软体是 它会在那个储存区 它会再写一些别的资料 嗯哼 那这个资料就变成无意义了 哦 OK 所以就是说我要卖 手机还是可以卖了 但是就是要利用这样的软体 先把它所有都整理过一遍 对 这是一种方式 是 否则的话 你这个过去一些 比较 这个私密的东西 恐怕就会洩漏出去了 嗯嗯 不要以为这个清光就清光啊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是是是 那这只是个跟我们每个人的电脑技能 或是手续技能有点关系 是啦 OK 那我们就来关系一下日本 哦 日本日本什么了 消费大国 嗯 他们的年轻人的电脑技能 却是 这些国家里面就是先进国里面算是最差的 这个很难想像耶哦 日本这么先进的国家 他是以开发国家中净培莫做最后一名啊 嗯 哇 哈哈哈哈 这个调查是OECD所做的吗 对对对 就是联合国他们的组织下来做的 就是 什么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做的 嗯哼 那他们发现说 日本他们的电脑技能 就是不够强 是 很多人都不太会 嗯哼哼哼哼 我一定要问一下 什么叫做基本的电脑技能 它包括什么东西 只是套中软体的使用吗 还是说 他必须要到会写程式 嗯不用就是会用软体 会上网 然后会做一些 呃 基本的这个测验 OK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耶 因为知道日本人宅男这么多 至少都会在家里打电脑吧 哈哈哈哈 不会使用电脑 这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可能 不是他们可能就玩游戏机 嗯哼 不是玩电脑 嗯哼哼 就是说游戏机是插上去就可以玩了 哦 那日本缺乏电脑技能 他们调查有 高达25% 嗯哼哼 比全球高10 这我们叫做电脑文盲 哇天呐 OK 不晓得台湾是什么状况哦 不过他这个原因在哪里 就是他们的交易系统 嗯哼哼 嗯哼哼 就是他们教学的人员不够 哦 然后电脑的设备也旧 它没有办法进入到最新的趋势 所以说会比较落后一点 哦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过去他发展的太快了 所以他的机器比较高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要太换电脑之后才可能有一些新的技术进来 我觉得学电脑这一行真的很痛苦 很痛苦 你随时随地都要学新的语言对不对 嗯 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还学什么basic 现在谁在玩basic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所以就是语言不断的要更新 就是你必须要随着时代的进步 不断的去更新你自己的技能 所以这个好日本加油吧 因为他毕竟是个很先进的国家嘛 对 所以这个OK日本年轻人 好这个台湾要引以为戒 引以为戒 OK好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看 刚好有开心报有报导到一个就是说 出生地决定你今生的财富嘛 这篇文章还蛮多人看的 哈哈哈哈 出生地决定你今生的财富 对 这个就是说你要投对胎就是了 嗯对 因为他们发现到说就是说 不论你做什么工作 是 不论多努力 你出生的地方的薪资的条件 还是决定了大部分 比方说德国人好了 他因赚的钱一定就比其他国家要高 哦哦 不管是他最后的这个 后面尾端的收入的平均收入对不对 对对对 他还是比这个其他国家要高 对还要高 是哦天哪 所以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要投对胎 对 他们就是叫做麦当劳薪水指数嘛 是 那个位置 就去发现说 全世界麦当劳服务生做的事情 跟薪水的差异 然后再把那个 当地的这个物价指数来 做加权 做清楚 就像各国的薪资购买力 是 日本很高 美国也很高 澳洲也很高 可是印度跟那里美洲就很低 OK 可是我们常会讲说 你薪水高不见得你购买力强哦 对对 对不对 那是他们用公司算完之后发现说 诶 其他薪水高的购买力还是相对比较高 哦 所以这个还是有这个趋势就是了 对不对 有这个趋势 OK 因为我们常在讲说 其实因为台湾也是这个状况嘛 就是常常讲说这个薪水比较低 对不对 跟其他这个临近的国家 譬如说大学生毕业生 比韩国 比起新加坡都要低 可是呢事实上如果换算起这个 其他生活所需要的成本的话 其实他们生活的很痛苦 对不对 嗯 有些国家是啦 是 但他们这个调查发现说就是 他们叫做购买力评价嘛 嗯哼 去做一些计算跟权衡做 发现其实 嗯 有一些国家就像你刚讲 他会 他会薪水高的他的生活也很辛苦嘛 是 可是像德国好了 嗯哼 最穷的德国人 我们就叫做loser的 对 嗯哼 对 他还是会比 百分之四的巴西人 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 百分之九是印度人 还要更有钱 天呐 OK 哇 所以真的齁 你要投退一台 找对国家 哈哈哈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 要搬到那边去吗 要移民过去吗 移民的这个阻碍应该要降低 要减少 哦 因为他们发现上说 只要是移民国家 那就是说他会有更多的财富累积嘛 是 那移民会虽然会造成薪资下降 因为他用比较低的薪水来抢工作 对不对 可是整体的这个市场经济发展会变得更好 哦 对那哈佛就计算说 如果说把移民障碍消除的话 全球的GDP可以增加到65兆美元 哇 这么多啊 嗯 OK 因为市场会去调节那个 经济的这个水平跟薪资水准嘛 那人变多的话 你的市场就会变更大 哇 可是欧洲都在反移民耶 现在 对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还蛮有趣的 是啊 所以那个欧洲国家 这个是哪一个国家所做出来的调查 这是美国做的 OK 那美国就是这个移民的大荣儒啊 不是他们现在也在检讨移民政策啊 哦 所以这个应该跟欧洲 美国能够成长就是靠移民 是是是 那欧洲它现在变成说 它的基础很好 那它的基础也不错 可是他们就变成说是人口的劳动力不足嘛 所以你注意看欧洲很尤其是 欧洲都把工厂就设在东欧了 是没错 所以德国去管东欧的工厂 然后他们就可以有更多钱 OK 也可以降临他们的劳动成本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哈哈哈哈 所以的 现在这个反移民的国家越来越多 欧洲包括了这个英国也在检讨移民政策 然后呢 欧洲一大堆国家也是这个 现在都是右派啊 抬头 对移民政策呢 都非常有意见 所以呢 这个欧盟未来恐怕处理这个政策的时候 应该把这个调查拿出来讲一讲 要看一下 以上就是为您准备今天的这个科技新报 也希望这个昌明下一周 能够带来我们更多更不同的这个科技新知 谢谢昌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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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